好的 大家好 我是Tim 今天要分享一下 臨時小學校暑假 我們辦了一個線上原力真能營 這個原力真能營我們大概在做的事情就是 希望可以把GNV的過往的專案經驗或技術 以及最新的科技趨勢包含AI Web3這些概念 化為線上的數位公民課 讓大家可以自由在線上共學 然後首先想要先借由大家的手收 然後來感謝一下這次我們開65堂課 然後後面有大概至少超過70位以上的社群的講師們 一起來協力 然後才有辦法促成這次贏隊 所以想要給他們一個掌聲 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這些課程其實在贏隊今天 就是我們最後一天結束之後 我們都一樣會放在小學校官網有一個找課程 然後你直接點進去全部都可以看 然後對 然後在課程裡面都會有放那個影片簡報作業 以及講師邀請你的延伸思考這樣 對沒錯這個不是 沒錯 好OK 然後 那也簡單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有報名的夥伴們你們都在跟誰共學 以及讓講師們知道你們的一個分享讓誰收穫到了 然後這次的贏隊總共有505個人報名 然後主要多數是學生再來是教育工作者 那也有蠻多社會人士的參與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在年齡上大家可以感動一下 有蠻多有國中生來報名 然後也有高中生跟大學 大學比較多這樣子 然後大陵國民有一些這樣 OK 然後再來就是這次的贏隊我們有辦了一個專案實作的工作坊 那一天很感謝豆腐Sky跟Tab來擔任小隊服 他們是就是聯師小學校過往的參與的夥伴 然後也是獲獎的團隊這樣子 然後當天就是在大家的共同協力下 總共發起了四個專案 然後其中像選戰工房大事記那天也有來分享 好 然後再來就是要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們下午3點10分到3點50 在電梯旁邊那一間有辦一個營隊的回饋小小工作坊 然後想要來聽聽有來參加營隊 或你以前有上過我們的課的人 你覺得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 哪一些可以在優化的地方 然後我們一起來把這個數量公民課做得更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2012成果報告書終於出爐了 然後這裡面記載了蠻多大家可以就是掃那個QR Code 就是像我們今年度跟過往三年的那個提案的一個影響力報告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到底都怎麼去賠利出位公民 然後以及我們實際的經驗 然後還有像去年的獲獎團隊的那個分享 然後歡迎大家可以掃這個QR Code 那相信下一次大宗就會有熱騰騰的那個紙本的 然後再來就是小學校有官方LINE 如果你想要追蹤小學校最新訊息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官方 好耶! 然後最後就歡迎有參加的人 下午來參加我們工作坊 謝謝 謝謝